你好,欢迎来到成为冠军农夫 节目中一个农夫接受挑战 如果他们赢了,就会被授予冠军农夫勋章 今天的主角是农夫阿苏 他面临的挑战是 非洲猪瘟 非洲猪瘟是一种感染家猪和野猪的病毒 人类不会被感染 但如果猪被感染了 他就会死掉 非洲猪瘟正在让全世界的农夫破产 然而,这些疾病实际上可以通过 下面几种简单的生物安全措施来预防 好吧,我们看农夫阿苏干活 哦哦 这就是我想象的那样吗 是的 哦,不 哦,不 请不要用这些干水喂它们 真的吗 把其他猪带到你的农场 哦 什么 它让野猪自由地游荡进来灭食 和交配 哦,不 哦,不 好了,让我们到此为止 帮助农夫阿苏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要控制病毒 要控制病毒 我们就要控制农场 首先,建一个猪圈 你可以用木头甚至混凝土来搭建 最重要的是要防止你的猪 与其他动物接触 接下来 每个访问你农场的人都要跟随他们 在靠近猪之前,一定要换好衣服和鞋子 最好穿靴子 并且这些靴子只能在这个区域工作时使用 记得,用肥皂和水洗手 在入口处把你的靴子进到消毒剂里 如果你有不止一个猪圈 在进入其他猪圈之前 要再进一下消毒剂 一定要把猪用的工具和设备分开 并经常清洗 而且永远不要把这些工具设备 用在农场的其他地方 只给你的猪使用 不要重复使用那些用来清洗烹饪肉类的水 这些水可能被污染了 所以永远不要给你的猪喝这种水 当你用干水喂猪时 一定要煮三十分钟 这样能杀死病毒 让干水冷却后 再喂猪 永远不要让车辆进入你的农场 当新猪被运到你的农场后 一定要把它们和其他猪分开 至少三十天 如果没有生病的症状 你才可以把它们和其他猪养在一起 不要让你的母猪与野猪 或不健康的野猪交配 不管它怎么哀求 都不要让它出去找情人 一定让它的伴侣 与健康的家猪在一起 这样你才能保证它们的健康和安全 就这样 只需按照这些简单的步骤 你和农夫阿苏就可以让你的农场远离非洲猪瘟 由于非洲猪瘟既没有疫苗也没有治疗方法 所以把这些生物安全措施交给其他人非常重要 这样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冠军农夫 让你们的猪远离非洲猪瘟 谢谢大家